我教你一个绝招啊 让别人无法拒绝你 你去一个朋友家做客 朋友问你 你喝不喝东西啊 你可能会说 哦不用 但如果这么说 我这儿有咖啡 有橙汁 你喝哪一种呢 你可能会说 哦那我就来咖啡吧 你本来是不喝的 但是不由自主的呢 选择了喝咖啡 这就是高情商的问话技巧 让别人进入到你这个框架 然后达成你的目的 有的男生追女生也是一样的 还没怎么追呢 就问你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 凡是问这句话的都会被拒绝 因为你一问 对方就清醒了理智了 他就开始想 这个男孩到底适不适合 做我的男朋友啊 这一细想啊 就会想到好多缺点 最后就会觉得 哎呀咱们还是做朋友吧 这就是低情商的说话方式啊 这就是为什么啊 高情商的人他往往呢 更容易成功的原因了 在高情商聊天数一书中说啊 智商是敲门砖 情商是垫脚石 很多人往往只在乎智商的高低 却忽虐了情商的重要性 书中呢 分享了大量的高情商勾红方法 和处事智慧 看完此书呢 你会发现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事情 都会因为你的高情商的说话方式 而迎刃而解